这是牧师的康德 是玛利亚的上帝改变了世界结果 欢迎牧师 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母亲节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 母亲节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 有人说要跟那些手的能够跟世界 有人说摇动摇篮的那双手可以摇动世界 这里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有一个妇人他得到美毒 是从他的先生传染给他的 他嫁两个丈夫 第一个是人家的努力 后来过世了 后来他叫公廷的音乐师 后来他叫公廷的音乐师 后来那个音乐师在生生活很放重 所以他将他的美毒传给他的父亲人 所以他将他的美毒就传染给他的妇人 这个妇人连年生七个儿子 这个妇人他一年生了七个儿子 一个一个生股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有的死去 每一个身体都有非常严重的残疾 后来都死掉了 到第七个已经死了五个去 到了第七个已经死了五个 老了的两个是一个七米 一个白胎 留下的两个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 一个是脚残障 现在他第八个怀孕 现在怀孕第八个 这次又没毒 这时又没毒 你们想如果是你 你的生这个第八个 如果是你 你会生第八个小孩吗 所有人都反对他把第八个生下来 所有人都反对他生第八个孩子 总是他没有生下来 就没有贝多芬这个人 如果他没有把他生下来 就没有贝多芬这个人 所以贝多芬是在这种家庭大 所以贝多芬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 这个妈妈生八个小孩 这个妈妈生了八个孩子 贝多芬是第八个 贝多芬是第八个 所以后来他的肩子听力 让他消失去 所以后来贝多芬耳朵的听力也消失了 妈妈用这种的白人无法理解 会疼和心情 把这个小孩服用 妈妈用别人无法理解的心情 来抚养贝多芬 妈妈 幽党幽男的妈妈 真正是幽党世界的那种手 摇动了摇篮的妈妈 她真的摇动了这个世界的手 林肯是到这句为止 美国立宿上伟大的一个总统 林肯是现在美国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总统 生她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总是这个妈妈对林肯做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是这个妈妈对林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林肯的家庭 她的爸爸妈妈经济非常坏 林肯的家庭 她的爸爸妈妈经济非常的差 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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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妈妈在家 跟所有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 她就是不让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去训书 这个妈妈跟其他的妈妈不一样 她就是无论如何 要让她的孩子去读书 所以鼓励林肯的姐姐 无论如何要去训书 鼓励林肯的姐姐 无论如何一定要去训书 虽然很多人反对 但是她又叫林肯 无论如何你要训书 朋友训书的习惯 虽然她很多人反对 但是她排斥了所有的反对 无论如何要让她的孩子去念书 善恰人训什么书 没有钱的人读什么书 总是这个妈妈一直坚持 但是这个妈妈她非常的坚持 所以一直的培养林肯 不断的读书读书读书 有时林肯担到一个问题 回来问妈妈 有天林肯带了一个问题 回来问她的妈妈 我有听到有人在说 什么叫这个掏帮 什么叫这个掏帮 那是什么意思 我有听到人家在说 什么叫做释放释放 妈妈跟你说 像我们在我们的社会 有一些黑人给白人欺负 妈妈就跟她讲说 例如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黑人被白人来欺负 黑人都要为到白人最坚持 一死人都没有自由 黑人要为白人一辈子来做工作 没有自由 所以有些人 如果有可能有人出来 可以把这个黑人掏帮 让他们对没有自由 变成自由 这个叫做掏帮 如果有一天有人可以出来 让黑人能够不在位做奴隶 为白人做工作 这个就是释放 这个孩子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这个孩子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他的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 他的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太太 这个第二个 我们说祖母叫做 老母 这个老母 如果看到林庆 那要打车 就一直买车给他打 这个霍姆后来看到林庆这么爱读书 就不断的买很多书给他念 人家在鼓励林庆 鼓励林庆 人家在跟林庆 讨论他在学校 听林庆在想什么 常常和林庆讨论他读的书 了解林庆在想些什么 后来林庆在跟他说 我有两位妈妈 后来林庆常常跟人家说 我有两个妈妈 一个挂发我的四名品格 一个启发我的生命跟品格 另外一个妈妈 他在让我很自由 在法典我自己 另外一个妈妈 给我很多的自由 让我自己自由发展 后来全美国的历史 为他发生一次的战争 后来在美国的历史当中 唯一发生的一个战争 就是林庆发动的国内战争 就是林庆发动的国内战争 美国的历史 为他一次的战争 就是林庆发动的 敌家去美国人打美国人 美国唯一的历史当中 一个国内的战争 就是林庆自己发动的 国内自己人打自己人 南部的人主张 要戳黑人最老在 南部的人主张要让黑人当奴隶 北边的美国人 他已经受算到最总统 林庆受算最总统 但是南部的人 鼓掌接受他最总统 北部的人 因为林肯受选当会总统 所以他们支持他 但是南部的人不肯 所以林庆总统 一次再一次给他们拜托 不论如何 大家要 这个是相对 让我们每一个死命 是平等的 不能再求人 林肯不断地拜托他们 自由是上帝给我们大家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养 黑人当奴隶 但是到最后 这种的担保都失败 但是这样的谈判 到最后都失败了 林庆发动 他心里最痛苦的就是战争 林肯发动了 他心里最痛苦的就是战争 所以他把南部的美国打败 所以他把南部的美国打败了 美国再一次 最多联邦最多统一 所以美国再次成为联邦统一了 到这个为止 美国也不断地 他自己的国来发生战争 就是这次 美国到现在 没有在国内发生任何其他的战争 唯一只有这一次 今天我用的地方 叫做 玛利亚的上帝改变世界的结构 牧师今天的主题是 玛利亚的上帝改变了世界的结构 玛利亚怀孕 玛利亚怀孕 他去换他的一个标志 叫做 伊丽莎白 他去换他的一个表姐叫做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比他比他先怀孕六个月 伊丽莎白比他先怀孕六个月 后来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怀孕叫做 约翰 后来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怀孕的叫做约翰 所以 约翰跟亚苏是表兄弟 所以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 伊丽莎白看到玛利亚就对共 伊丽莎白看到玛利亚就对她说 怀孕这个孩子的人有福气了 怀孕这个孩子的人有福气了 不怕算伊丽莎白跟玛利亚这样 娱乐轻轻 然后玛利亚的北斗的圆 开始变得叮咚 当玛利亚对 当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赞了一个赞美之后呢 玛利亚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就开始震动了 年轻的玛利亚开始唱出今天我们说的 娱乐的时光 年轻的玛利亚就唱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 尊主为大的一个诗歌 玛利亚这样唱金丝 娱乐上帝说我心尊主最大 玛利亚这样音诗唱说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力上帝我的救助最快乐 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助为快乐 因为她过来 因为她眷顾她卑微的卑女 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为有福气的人 各位你可以想象玛利亚在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背后的故事吗 这句玛利亚差不多十四岁 这时候玛利亚约十四岁 我们说再生女玛利亚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十四岁的女子 差不多是十四岁 所以在那个状况的玛利亚 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圣经 玛利亚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十这样廟下说 玛利亚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章描述说 耶稣基督诞生的过程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诞生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他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匹配给玛利亚 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约瑟订婚了 但是在玛利亚结婚以前玛利亚早已自己已经怀孕 但是在结婚之前玛利亚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是对圣神来怀孕 是从圣灵来怀孕的 他的未婚夫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是一个好人 不需要公开给他 不愿意公开的来侮辱他 所以怕圣 有时候怕圣点点的给玛利亚离婚 所以打算要秘密的解除这样的一个婚约 但是不怕圣刚才他在想说 要把他未婚的母 根本我都没给你摸到 没给你安装你竟然怀孕 当他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跟玛利亚同房 为什么他怀孕这件事情 所以怕什么点点的给他 打算要秘密的来解除这个婚约 圣神就跟你说 不能因为一所怀孕是对圣神 圣灵对他说不可以 因为他的怀孕是从圣灵怀孕的 因为你无法想象这种背景吗 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孩子 跟别人订婚而已 肚子就怀孕了 肚子就怀孕了 一天一天的长大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 这种是正人要拿着头 打死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 纵人是可以拿石头来把他砸死 那是整个枕头 大家的无俗衣 手衣把他披痱 是这个乡镇里面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对他来 唾弃的 玛利亚在这种的药面怀孕 玛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怀孕了 肚子里面是我们所说的耶稣 肚子里面是我们所说的耶稣 玛利亚仍然很伟大 是吗 玛利亚是非常伟大 是吗 但是那个背景你知道 他是没有死命的危险 但是在那个背景之下 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个叫做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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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痛 总是妈妈的恐慌 这个叫做妈妈的爱 但是也是妈妈的惶恐 在那种的背景的药面 玛利亚在厄罗上帝说 我是一个有好奇的人 上帝了你基标的手 在那个情况之下 玛利亚他仍然吟唱说 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来尊主为大 对不对 你有法度在这母亲的这个 这个杀石来面 我如果遇到很多的困境 很多的母乃 然后你有法度像 阿亲像玛利亚 在那个老白色的中间 还可以厄罗上帝 各位母亲你在各种的 困苦的情境当中 你仍然可以一样像玛利亚 这样子来赞美上帝吗 他继续这样厄罗说 他继续这样赞美说 上帝啊你存出你大观灵的手骨 上帝啊你伸出你大权能的手臂 打碎骄傲的人一切的骨 打碎骄傲人一切的计谋 把兄弟的君王从宝座敲下去 把强大的君王从他的宝座上推下去 扶起卑微的人 扶起卑微的人 让妖狗的人吃好米 让饥饿的人吃美好的食物 让饱饱的人扛手回去 让饱足的人空手回去 因为玛利亚开始她的死瓜 如果没有到死命的危险 在欢喜生丹人生一切的苦难 要贏着这个 不结婚 未婚怀孕的孩子 也说她欢喜生丹的苦难 玛利亚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她抱着生命的危险 但是她心里仍然赞美上帝 准备迎接这样的一个苦难 她又在想象上帝给她这样一个孩子 未来她所要承担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她的民族 因为他们的民族 仍然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个控制 大家都活在非常痛苦的当中 她自己的社群里面也是贫富不均 自己的社群里面也一样贫富不均 所以她在期待这个孩子 将来在上帝国要做什么 所以她在期待这个孩子 未来在上帝国里面要做些什么 因为你有法度认为 想想期待你的孩子的未来 可以做什么伟大的事吗 各位你有没有期待你的孩子 未来能够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玛利亚在这种会面 她在期待她的孩子的未来 玛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在期待她孩子的未来 圣神充满她 圣灵充满她 可以让她超越自己生命的危机 可以让她超越自己生命的危机 圣神充满她 可以让她在期待看到 孩子未来大善傲 未来的思考 圣灵充满她 让她能够期待 看见未来孩子以后伟大的事故 上帝要通过这个孩子 恰到所有骄傲的人 上帝要通过这个孩子 能够来驱逐所有骄傲的人 上帝要通过这个孩子 让那些有冠病的人 在压制白人的人 上帝国保祖 下去 这个孩子以后 要让那些强大的君王 从宝座上面下来 让那些艱苦的人 可以受到高枯 和体验上帝 真的痛 让那些在辛苦当中的人 能够受到上帝的高举 先研究一句 很漂亮 叫这个Upside down 因为有一句话 非常好的 叫做 翻覆颠倒 上面跟下面的 上面跟下面的翻转过来 颠倒过来 下面的人犯额高举在上面 下面的人犯额高举在上面 因为 所以玛利亚 在上帝 在上帝 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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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保护到大 所以玛利亚她在想象 未来她的孩子 她有责任把她保护到长大 因为上帝 通过这个儿子 要把整个世界的结果 在这儿 完全的翻转 因为上帝要 让玛利亚 透过这个孩子 来改变这个世界 来翻转这个世界 这是很多天主教会 常常有的党品 只是天主教教会 常常有的很多的一个图片 因为天主教会 因为玛利亚是亚苏的老母 天主教教会认为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亚苏如果是我们生来 三个一体的上帝 那这样玛利亚的偉大在地 他通过他生的 亚苏上帝的儿子 玛利亚她是耶稣的母亲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母亲 所以她的位格是在上帝一样 所以很多天主教会 把玛利亚在教堂里面 玛利亚都是金子做的 所以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 很多玛利亚的像 都是用金子做的 原来金的玛利亚 破到金的亚苏 金的玛利亚抱着金的耶稣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我晓得当你看到这样的图像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很近距离的 在看的是在加拿大的梦区 牧师弟是非常近距离的 看着这个图像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梦区 很大庄很东方的 在拜登天主教的 在头庄就是一个金的 完全金的玛利亚 非常弹簧的一个教会 在最前面里面就有一个金的 玛利亚抱着金所做的一个耶稣 但是你这样看的是 你再看 那个让人顶在是不是架顶的亚苏 你在看最右边的那一个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亚苏是几乎让人躺得轰轰轰 耶稣几乎是被脱光光钉在十字架上 不知道你有那种想象这种的图片 到底对还是不对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图片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对我们的信用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很顺眼 还是你感觉怪怪 这对我们信仰来说 你会觉得非常的顺眼 还是有些奇怪的地方 这才再一次 玛利亚的亚若的士官说 上帝村出大棺林的手骨 这至于玛利亚他的师哥再次讲说 上帝伸出他全能的手臂 打碎骄傲的人一切的妓母 打碎一些骄傲人的计谋 把公大的君王从宝座抜下去 把强大的君王从他的宝座上面推下去 高举卑微的人 让厉害的人吃到饱饱回去 使饥饿的人吃得饱饱回去 让富足的人扛手回去 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上帝来是要抢桌子 上帝来是要翻转这些事情 是要抢 在苦难的当中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在苦难的当中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但是这有教会把玛利亚 增盘到金铁铁铁 但是这里有教会把玛利亚 她装饰得非常的金碧辉煌 金的皇冠金的衣袍 金的皇冠金的衣袍 这种背叛圣经原来的形象 这背叛圣经原来的一个形象 这种圣堂背叛原来的玛利亚 这样的一个装饰背叛的原来的玛利亚 这种背叛圣经原来的信用 这样的一个信仰背叛的原本圣经里面的信仰 所以就要安穿 comun来到兄弟的天 应该就要把金铁铁铁铁铁铁都弄掉 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应该把这些金的装饰把它全部拿掉 应该还要让玛利亚穿她当时穿普通的衣 应该要让玛利亚穿她们当时最普遍的一个衣服 那是最贫穷的人所献的祭物 耶稣跟玛利亚就是生活在 善凶的人中间在做事 耶稣跟玛利亚他们是在生活在贫穷的人当中 他们在做事情 各位我们的信仰是要羡慕那些 非常美的一个形象吗 还是我们在做让上帝孤枯的人 我们常常要看我们身边那些苦难的人 还是我们被告知的人 我们常常要看见我们周遭那些 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 教会不是欺贫所有人来看到上帝圆庚 玛利亚的圆庚不是这样 教会不是吸引人来看上帝的荣光 玛利亚的荣光 不是这个样子 耶稣说要跟随我的人就背你的十字架 耶稣说要跟随我的人就当 背起你的十字架 所以玛利亚的荣光 荣光的荣光这样说 所以玛利亚他赞美的师哥这样子说 上帝的公义的手 上帝伸出他公义的手了 让世间这些惊悶的人 都受冠毒 让世上骄傲的人都被赶除 坏的人最坏的人受糟灭 做坏的人被糟灭了 那个世界结果开始産性改变 世界的结构开始产生改变 因为玛利亚百度来的荣光开始准备 在顶党要游党这世界 玛利亚肚子里面的孩子开始要准备动摇这个世界 玛利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玛利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荣光未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玛利亚的自由民主就是从这个孩子开始 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 玛利亚在这个 玛利亚上帝的事件里面 玛利亚在这个赞美上帝的一个诗歌里面 玛利亚人最主要的一个社会 富人人是附带的一个社会 是打破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男尊女被的这样一个传统被打破了 过去是男女没平定 现在是女男都平定 过去是男女不平等 现在是女男平等 这个社会开始在对求这个 不论你好与散 每一个人是平等 这个社会大家已经开始在追求 不论你是平坚富贵 大家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 享受这个上帝国是自由平等 人人在上帝国享受这个上帝国 是自由平等的 对 在这种自由平等的国度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证住一个有福气的人 在这样一个自由平等的一个国度里面 我们才能够成为有福气的人 可惜在这里都没有什么角色 可惜约瑟在这里没有什么样的角色 这里看见 在这个社会的进步中 我们看到妈妈在这样一个进步的一个社会当中 你看到她没有办法被排除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角色 不知道你有听到刚才敏蕙丁乐队的跟我通常都同样的无奈 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就是敏慧长老跟牧师常常有一种无奈 我也很无奈 教歌找不到爸爸的歌 母亲节的时候歌太多唱不完 母亲的时候歌太多唱不完 父亲节的时候真的唱不过父亲节的歌 父亲节的时候找不到歌 因为七月又到了我要教主日的学歌 我找不到歌牧师做一首吧 你如果今天要订餐厅 可能都没有机会来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太伟大 今天如果要订餐厅大概就没有位置 因为是母亲节 母亲室在这太伟大了 但是你如果到半月要订餐厅 可能你六点七点随时订餐厅 荣耀还有很多空位 爸爸节的时候到处都有空位 如果这种形象在进行的时候 你会有可能想象 玛利亚那个心来会痛吗 这种形象在进行的时候 你有想到玛利亚心中的那个痛吗 这个孩子未来大 要扮演很大的一个角色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要扮演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要怎样去背叛 去照顾 去保护 他要怎样去陪伴 照顾这个孩子 背后那个十字架已经都藏在那里 背后的那个十字架已经都跟随着他 玛利亚当耶稣的母亲非常的荣耀 但是他背后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因为亚索说在我的国土里面 在上帝国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你很专专的十字架 不知道有在你的心中在背不 耶稣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都有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十字架不晓得你有在背吗 就欢欢欢欢欢 流到脸 勇敢 并着信心背下去 要高高兴兴 晃晃晃晃 留着眼泪 背着你的十字架 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前 上帝通过你的孩子 要怎么改变这个社会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上帝 要透过你的孩子 如何来改变这个世界 这里有一个诺贝尔文学的得主 他写的一首诗这样子说 这里有一个诺贝尔文学的得主 他写的一首诗这样子说 威廉郭丁他说 夫人人比大宝人多优秀很多 女人比男人优秀非常非常非常多 无论你给一个夫人人什么 他都会给你更多的回报 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很少的东西 他都会给你更多的回报 大宝人你只能给夫人人一个精子 男人你给女人一个精子 他可以给你一个孩子 你给他一间房子 你给他一个房子 他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庭 他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庭 你给他一些菜 你给他一些菜 他可以给你拌到整桌都好吃的米 他可以给你做一个丰盛的午餐 你如果每天回去都经常对太太笑的笑的 你常常回去给他一个微笑 如果太太会整个心都给你 然后他整个核心都给了你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现场的夫人人我们是不是这样 是吗 大声一点是不是 我想我们这些做大宝 我们就比较劲了好不好 每行都给他好不好 我们只能给他一点的材料就好 我们只能给他一点的材料 他就给你一个小孩 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家庭 他可以给你一个家庭 他可以给你这样吃饭 他有点困难 不太公平 不太公平 我们就只能好好地对他们笑 跟他骄诺就好 他就做得不死 每天要好好地赞美你的太太 不要作死 OK 妈妈 真偉大 但是妈妈 都不完全 妈妈非常伟大 但是妈妈并不完美 这个不完全的妈妈 真的很疼烈 这个不完全的妈妈 但是非常的爱我们 这世上最疼烈的就是你的妈妈 这个世上最疼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妈妈 这个世上最疼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妈妈 这个世上最困扰你的也可能是妈妈的疼 这个世上最困扰你的也可能是妈妈的爱 这个世上最困扰你的也可能是妈妈的爱 因为你不可能只要在一项 然后你要拜祷一项 没办法 各位你不可能只有要一项而排除其他的项目 因为我也没办法拜祷 我要在太太的一部分 如果她没办法 我要拜祷一项没办法 这都连续 好不容易都在那里我都要接受 夫妻没有办法只有领受她的好 而不领受她的不好 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妈妈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妈妈 有时候妈妈的疼很啰嗦 有时候妈妈的爱非常的啰嗦 但是你理解啰嗦的背后有妈妈的关心和疼 但是你理解这个啰嗦背后有妈妈关心 以及她的爱 妈妈很胖 胖到她自己的脑袋 胸到她自己会流眼泪 但是在那个中间你体会 妈妈真的很疼你 没人比你 妈妈更疼你 但是在那当中 你去体会 妈妈是非常的爱你 没有人比她更爱你 来 背后我们到前来 每个人都出声 好不 妈妈谢谢你 我爱你 天父上帝大大赐福于你 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OK 妈妈节快乐 妈妈节快乐 来 再一次给妈妈掌声 拍摄 不认不及 妈妈的关头是什么 不要忘记 妈妈的冤枉是 我们给上帝拍个抱抱 上帝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上帝我们感谢你 上帝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妈妈 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妈妈 妈妈虽然不完全 妈妈虽然不完全 但是他充满了上帝的爱 上帝我们也勸求你 想使我们有一个玛利亚的心 上帝我们恳求你 也是给我们一个玛利亚的心 对孩子有期待 对孩子有期待 对孩子有相信 对孩子有相信 对孩子就是保护和鼓励 对孩子就是保护与鼓励 对孩子我们团成的一个 很要件就是 将上帝信用团达给他们 对孩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 就是将上帝的信仰传给他们 我们每一个子一世人 牵着上帝 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 一辈子都能够追随上帝 最后看到上帝在这些孩子的死命 真是最像为代欧廟的样子 最后看见上帝在这些孩子的身体上面做成伟大的工作 我们要祈祷的感谢 我们将我们的祷告 彤主要所谓的名 都是彤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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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青少人团队 因为 现在 现在 我们的青少人来地方 我们的青少人来地方 帝是 和青少人来地方 在八少人来地方 need 先